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委员会的这个法的变更并不太大 对 就是将来这个101年这个中央政府改造之后 一到中央政府的一个部会的情况来做分配 那么五都完成之后啊 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分配 委员这个分配到五都的选举也跟委员会 那是属于你们内规性质哦 这个是地方巡查 地方巡查形成的分配应该属于你们内规的性质 对对对 委员会组织法送来立法院没有关系吧 那没错 对啊 我问的是这个委员会组织法 你们送来立法院怎么样子去做这个 委员会的职权的组织哦 有什么样的调整可以让我们先知道一下 因为你们的监察院组织法提到说委员 呃 立法委员张委员跟吴委员等等 林委员等等 这所拟据的监察院组织法第六条条文 那只不过把国民大会院长的同意权 从国民大会移到立法院而已 这个这个东西我不觉得有特别的那个重要性 要劳动您来特别说明 主要是委员会组织法 你们大概配合做什么样的因应 您刚提到说因应神院组织法的这个施行 但是你们本身要做怎么 除了除了譬如说行政院的部会调整 那你们这个委员会会因应这个行政院部会调整 做了这个部分的以外呢 你们还有做其他的调整吗 还是没有 这部分目前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 对 只有这个配合行政院组织改造的部分而已 这部分呢 我是这样讲 因为过去对委员会的功能 我们是基本上希望能够提升 好了 那么 我们当然也是希望你们委员会功能能够提升 那么这部分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从专业来走力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加强这个 对这个他首属的过部会的这么一个了解 我这么说啦 是 这么说我提时其实刚刚有我们委员提提提问了 就是说 呃 请问您 就是说啊 关于两个案子您觉得怎么样 你说我们会派委员委员调查 监察院现在有机制吗 就是你会上签给院长 院长派委员来调查 还是有这个机制吗 还是委员主动申请调查 他自动调查 那是委员自动申请调查 他来做 第三个 那么另外就职日委员 职日委员 批了以后啊 基本上啊 我们是轮派的 轮派的 就根本上就不可能说谁来 对啊 所以说你刚刚赖委员在说 说那个哪个案子 哪个案子 农会哪个案子 哪个案子 你说你们会派委员调查 话是这样子 没错 有些是他在 这个案子 监察委员不是您可以在指派的吧 对对 应该不是 他的独立行 每个委员都是独立行李直权 那当然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 您的回答要严谨 让外界就是 哦 你一个监察院的秘书长 可以指派监察委员去调查 这即便院长应该没有这个权利 是的 好不好 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王院长上次有说过 其实我们我们现在这么说了 监察法的部分如何确立监察委员 监察院的这个做的决议 包括纠正 包括谈和 包括纠谈其他的这个这个决议 除了监察院大门 他应该有一个代表的权威性 可是行政院部门对于纠正 也不痛不痒 对于谈和四法院工程会 也好像常常应该给我们委员会 包括我本人一个书面的资料 就是说你们提出了纠正案 或者说提出了弹劾案 尤其是弹劾案 或纠谈其他的这个案子 这个后来这个有个应该有统计栏表 哪些部分工程会是这个后来还是无罪的 不是无罪就没有去认为说没有问题 所以说没有惩戒的 你们一副惩戒了 可是他他他没有惩戒的 或者说哪些案子 你们你们他们认为你们纠正他 然后他是这个跟你申付 然后后来最后是不了 这个应该你们有一个内部的调查数据 数据给我们 个案我们不涉入 这样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对监察法的部分 应该是有所坚持 就是哪些部分 因为你们提到说 对于这个当事人拒绝约询 或提供证语 或提供证语有不实的部分 你们应该是有一些询问说 如果他做他提供证语不实 应该有一些惩戒的办法 或是如何科处的问题 这部分呢 能够让这个当事人在监委的约询 的这个权威性能够建立 他如果随便乱讲 或讲假的 这部分应该有一个责任 有行政或刑事责任 这样才能确认 这个监察委员的 这个约询的这个严肃性 那一刚开始来 他就跟你讲了不实了 他到时候被司法查处 说的确他讲 他讲的是谎话 你这个监察 监委跟监察权 这个面子就受损 不是我们今天的谈 也不只是面子问题 是这个整个尊严就受损 是 将来以后没有人去 就把你当做 当做这个 这个立法院的背询一样 我没听清楚啊 我没听清楚 那这早上讲的 跟下午讲的不一样 早上讲完 出了立法院之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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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再讲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 监察权也变这样就不好 好不好 所以说我很期待说 监察法的将来的修订 这个 这个部分对于这个 这个陈述 或者说这个 因为在法院有这个伪证罪啊 对 他不敢随便乱讲 那监察委员的这个 这个他来监察院的做 的约循 被约循所做的这个记录 应该有书面记录 他如果到事后被证实 是不实的 他有相对的责任 我们很期待你们 有这部分的责任 我们朝那个方向再努力 要快 好的 对 要快 是的 那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也一方面是他在监察院来做的这个 这个 陈述是要属实 然后监察委员根据这样子做的调查报告 到最后在院会所做的决定 包括纠正 包括弹劾 也才能够确立他的权威性 如果一刚开始 他陈述都不实 然后所做的调查报告跟真相有 有差别 然后到行政部 或到法院 到司法院那边 查出来结果又不一样 那等于是也打了监察院一巴掌 好不好 我觉得这部分要确 要确立这个监察 监察法的 在确立监察委员 监察院所做的决定 还有在委员会所做的陈述 他的一个权威性 我们是期待这部分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王院长也说 政务官 就是他有 他有讲了一些名言 公务员都是笨蛋 这样类的一个讲法 还提到说什么 还有说 政务官的失言 他要追究 可是 到目前为止 也没看到 我们可以看很多例子 在美国牛肉的进口 行政部门的 这个决策反复 那这个地方制度法 行政部门的 这个态度又不一样 产业创新条例 这个部会首长 早上讲一套 下午又讲不一样 包括最近的 美国牛肉的 二次的这个美国牛肉进口 一会儿说可以开放 一会儿说不可以开放 那到底是怎么样 这不管是事务官层级 文官层级 或是政务官层级 做决策的这个部会首长 这些特任官们 他们的这个决策 如果有一些 这个这个反复的地方 我们也期待说 监委这个时候就应该出来了 到底如果这个政务官做重大决策 是不是有清帅的地方 这个部分也请 我不知道院内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跟委员 如果有委员愿意主动调查 那是挺好 如果没有委员主动调查 是怎么样的部分 可以跟 跟这个 当然不是派委员调查 因为你我都没有权力派委员调查 但是能够跟委员反应 让委员有一个了解 这样子才才能以政观真 才能够让以政视听 让这个这个部会首长 或是事务官员 不要随便这样讲 因为这样政府的这个威信尊严 都会受受影响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